那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祂给我们与我们永恒的平安 祂说你相信今天耶稣是活着的吗 阿们 那 今天的主要经文 六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到五三十五节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门徒以为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十 代表着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相信耶稣活着 虽然我们用我们的口说 我信耶稣是活着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耶稣真的是活着的吗 只是这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话 还是真实的呢 这只是圣经说的 还是你可以真的肯定说 耶稣是活着 耶稣在我生命中是活着 耶稣在 耶稣是活着还是不活着呢 所以让我们想想吧 因为对于今天主要经文里面的门徒说呢 开始他们并不信耶稣还活着 他们以为耶稣死了 所以他们就离开 离开 离开 回去什么 返回到他们 的旧 他们的旧生活 他们的旧人 他们的以前的罪 有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中 可能我会觉得说 对于一切都觉得很累 很疲惫 那 信耶稣 这条路还要走多久 这个 可能我们会对于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工作 甚至我们的婚姻 生命 还是对于我们的信心 我们都会有这种感受 觉得很厌倦 还要多久呢 所以 我希望当我们 这种纠杂时 耶稣会来找我们 那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听到 耶稣复活了 那耶稣对他们说 我会复活 我会给你们先到加利利 所以 如果他们之前 相信耶稣 所说的话 他们应该去哪里呢 他们应该去加利利 对吗 他们应该去加利利 可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他们没有去加利利 反而呢 他们现在是 加利利是在 北方 可是他们是去西方 可能你和我 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教会 我们可以说 自己是个信徒 我们信耶稣 我们侍奉耶稣 可是呢 我们的 步伐 到底是往哪里 是往耶稣那里 耶稣所说的 还是往另一个方面呢 可能口 不会说耶稣 可是我们的行为呢 我们是有往耶稣那里 去还是离开耶稣呢 当然 可能 大致上你信耶稣 是活着的 可是耶稣 在你的生命中 到底是不是活着的呢 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一节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所以这表示说 他们希望 对吗 第三天 对第三天 有一些期望 可是他们 现在是在说 已经过了三天了 然后他说 在这 这是在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会来告诉我们书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话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 门徒去到坟墓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耶稣 这就好像是说 耶稣说话会复活 耶稣说话会复活 可是呢 证据在哪里 没有看到他 他们没有看见他 所以他们 他们不相信 没有耶稣真正复活的一个证据 所以表示 这是他们这样子表示 他们并不大相信 耶稣真正复活的一个证据 通过耶稣基督的词 他们的信心的词底 就被显明出来了 他们想要耶稣做些什么 他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他们说我们以为耶稣会救赎以色列 这不是耶稣 这是他们的想法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对吗 我们并没有听神要我们 对我们说的话 反而呢 我们有自己的一种期待 我们可能就误解神要给我们 神要为我们做的事了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 那这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期待 可是这并不是耶稣所做的 他们可能以为耶稣一定会继续 然后他会成为这个永恒的主 可是耶稣却死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耶稣 就使他们失望 然后他们就陷入了黑暗 那有时候当我们以为 当我们觉得神没有搭护我们的导魂时 我们也是有这种感觉 对吗 好像神 他使我们失望 有一种感觉 一种感受 就好像 以色列人说 这个摩西不见了 以色列人说 这个摩西不见了 所以让我们自己来造一个神 让他带领我们回到埃及去 所以这些门徒也是一样 他说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旧生活去吧 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说 神他使我们失望时 我们可能也会这么做 我们说让我们 哎呀 神使我失望 所以让我们回到旧生活去 我们人也会这么做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其中一个原因是 这些门徒之前呢 与耶稣很亲近 当耶稣在世的时候 当我们与耶稣很亲近 当耶稣在世的时候 那你想想吧 如果耶稣在世 你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房间祈祷 还是你要与他亲近 去跟他说话呢 那我们人就是这样 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与他 面对面说话 对吗 如果神现在在 我们就会去到他面前问他说 因为耶稣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解决 那这些门徒与他亲近 所以他们可以对别人 还是对别人说 我与耶稣很亲近 我可以与他一起用善 我与他一起说话 我与他一起做这做那个 那可是呢 其实他们这样子与耶稣亲近 并没有 并没有对我们说到 还是解释到他们的信心是多少 他们只依靠这个外表 他们只依靠外表 只依靠这个实在的耶稣 所以他们梦记了 其实耶稣是属灵的 耶稣并不是 只是这个属实在的一个身躯 他们忘记了 他们 所以呢 如果看起来 信徒的这些 门徒的信心 只有这样的程度 耶稣必须死 然后 耶稣必须复活 要不然的话 这些人并不能够实在的明白 并不能好好地明白 在旧于他们有方舟 对吗 而当时呢 那些人 那当时呢 他们只是好像在拜 他们只是好像在拜神一样 拜这个 这个方舟 他们好像在拜偶像一样 拜这个方舟 那我们有时候呢 也会这么做 在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是当着 神就是在拜天才存在 可是周一到周六呢 我们就做自己喜欢的事 好像神不存在一样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 我们眼目能够看到的东西取走 把我的 对不起 把我在教会所做的是 把我在教会的职务 把我在教会的这个 明显全部带走 那只留下我 和神 那我们自己的信息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有时候呢 我们觉得说 如果神答复我的导文 这表示呢 神与我亲近 如果我的生意很好 如果 我的病得医治 那就是神有存在 可是呢 这表示你 就是那种 那种会觉得说 没有这种 神奇的体 的经验 如果没有这种神奇的经验 对你来说 就表示神就不存在吗 那有些人 当时的人 他们说 如果耶稣可以毁灭 龙马士兵的群里 他就是弥赛亚 可是如果他不能 这表示他就不是弥赛亚了 这其实都是我们人的一种 我们人的 想法 我们人的期待 那你看呢 这两个 门徒 他们要回到旧生活的时候 耶稣出现了 与他们同行 所以 这可以 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 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陷入黑暗 当我们要离开耶稣时 耶稣会来 与我们同行 会来帮助我们 会来照顾我们 你相信吗 就算你觉得说 自己信心不冷了 你就再往后退了 可是耶稣 仍然会继续来帮助你 来照顾你 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 不能够认出耶稣 路加二十四章十一节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无缘 就不相信 还有十六节 只是他们的眼睛 迷糊了 不认识他 那如果我们的眼睛 迷糊 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他 那如果 你的眼睛迷糊 你不认识耶稣 正与你同行 你就会觉得生活很困难 你的生命没有希望 没有光 你只会往后退 他们只能够说 在以前我与耶稣同行 今天 他们说不出什么 那信心必须是在 现在 是要现在时的 所以 当然你之前 为神所做的事 可能会帮助 你可是呢 你不可以只是依赖 之前为神所做的事 还是有些人会说 我会 日后我会 这样子这样子来 侍奉神 日后我会 做神喜悦的 可是对于这些门徒呢 耶稣出现 与他们同行 他们以为自己 不能够信耶稣 可能他们觉得说 就算耶稣复活 他会去找约翰 他会去找彼得 耶稣哪里会来找我们 这些无名的门徒 可是后来 他们也已经开了 他们认识了耶稣 耶稣解释 说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呢 从摩西和众先知己 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 都讲给他们讲起来明白 耶稣非常清楚的给他们解释 所以我对 对我而言呢 我可以见证 救赎史系列书籍 是真的 为我解释 以及明白 耶稣 耶稣 从创世纪 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向他们讲解 那他们相信圣经 他们觉得说自己明白圣经 可是他们却没有在圣经里面 寻找到耶稣基督 然后 到了 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 拍开地给他们 这是在路加 二十四章三十节 他们 有从耶稣的手上得到饼过 这是在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最后的晚餐 对吗 所以 这一个饼 代表着 耶稣基督的话语 那 为什么会说 好像不同呢 因为现在呢 他们明白了 耶稣的话 之前呢 他们只是 之前呢 他们只是听 可是现在 耶稣 递给他们 这个饼 他们能够 消化 他们能够接受 你要记得 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吃了神 赐给他们的饼 可是他们却不明白 所以 吃这个饼 代表什么 吃这个饼 我们可以说 属灵的代表 他们 接受 或 领受了耶稣基督 所以 我为大家祈祷 希望今天 你和我 能够好好地 吃这个饼 让 神 能够 通过 我们所吃的 这个饼 来明白到 祂 让我们的眼睛 能够开 我们的眼目 能够开 他们眼睛 开了之后 耶稣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看到 耶稣 本来不明白 等到 他们一明白 这是耶稣 耶稣就 没有不见了 在他们的面前 消失 在这里 从这里 你可以明白 我们知道 这个福音的作者 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吗 你信他的复活 你信复活 并不是因为你看到耶稣 你信复活 你信复活 表示 就算耶稣 不在你面前 你也会相信 你看到 耶稣 在他们面前 不见掉 对吗 可是 他们有没有 又失去信心 没有 他们说 他们的心 就算耶稣 离开了 他们的心 仍然燃烧着 而他们 他们就 马上启程 回到耶路撒冷 在这里 三十二节里面 他们说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 就是火热的心 那 今天的信徒 问题呢 出在 信徒没有火热的信心 没有火热的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呢 我希望我们 我们可以 有这种体验 我们可以有这种体验 就是有这种燃烧着的心 让我们呢 听到神的道 让我们来明白到 神的话语时 我们的心会燃烧着 但他们燃烧着的心 导致他们 做些什么工作呢 他们就马上 启程 回到耶路撒冷 你可以记得吗 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 要求耶稣 他们的同住 他们对耶稣说 已经晚了 所以请你与我们 同住下来 那这表示呢 之前他们相信说 太阳已经下山了 他们应该要停止 自己的旅程 不能够再走 再上路了 对吗 可是 他们的心 就能起来之后 他们什么都不管 就马上 马上的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如果对自己说 之后 我才更下 下很多功夫 来为神工作 之后 我才要 我才会做这个 他说对不起 因为我知道 我们人 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是不会 当人家对我这么说 之后我才来 像会神工作 我是不会相信的 因为我们人 是善变的 而且呢 当你明白到神的法 而你的心 这个是完善着的 你是不会等到 之后 不会马上 就马上要这么做 而他们的心 完善着 所以他们不能够 他们 根本就不能够阻止自己 这么做 他们只能 为神做见证 他们 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他们说什么 主果然复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之前他们说 主会复活 可是 现在他们说 果然 主果然复活了 之前他们说 当门徒到了 跟门徒呢 到坟墓那里 只是没有看见他 他们说 之前他们这么说 对吗 他们不相信 可是现在呢 虽然耶稣 已经不在他们跟前 他们相信 而他们呢 在 三十五节里面说 两个人就把路上 所遇见和 掰饼的时候 怎么样被他们 认出来的事 都诉说了一遍 分别就出在这里了 所以今天 可能会有人 对你说 哦 来 你要证明给我看 耶稣是谁 耶稣在哪里 这些人 他们寻的是什么 他们寻的是 来相信 耶稣的一种证明 可是这呢 这是我们 不能够给他们的 因为只有圣灵 能够使他们 明白神的道 圣灵才能够 导致他们来 明白神 所以今天 让我们来问自己吧 我的信心是怎样的 我的信心 是不是像 回到 以马物诗 我们是不是像 这两个 正要回 以马物诗的 门徒呢 可能之前呢 像是我 我信神 可是现在 我却已经 迷失了 那他们的 借口是 他们为耶稣 不在的 因为 去到坟墓 也看不到他 所以 就如我所解释 不是你眼前 看得到 还是看不到 而是属灵的 你必须要可以 看得到他 路加24章 36节说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 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两个门徒说 回来说 主果然复活了 虽然你现在 看不到他 他果然复活了 而他们在 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呢 耶稣 忽然间出现 耶稣不是 从门走进来 是耶稣 忽然间出现 然后说 愿你们平安 你可以觉得 你可以想象 当时的门徒 怎么样感受吗 耶稣是在 对他们说 虽然你看不到我 我一直都在 你们的身边 只是之前 我没有给你们 看到我的存在 所以以后 看不到我 你也不要 有疑心 你要相信 我 我仍然在 你的身边 这是 耶稣复活的 形象的样式 他要出现 他就可以出现 他要显现 他就会显现 那他们 现在可以明白到 所以 耶稣说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 他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 愁烦 为什么心里 起疑恋呢 这是在路加二十四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那我们看到 耶稣到底 他真正的是谁 没有耶稣 那是 没有耶稣的死 他们的信心 不能够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 依赖 耶稣实在的 这个身躯 耶稣实在是个人 先知 以利亚 他 正在逃命的时候 他在树下 避暑 他就求神 神啊 把我给杀了吧 只剩下 只剩下我 一个人 可是神 对他说 不用怕 还有七千个 没有 拜偶像的人 而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以利亚就从神的 华语中 得了力量 可以再启程 今天可能 你和我是要 到 网 与 马 物失的路上 你是否如这两个门徒一样的说 耶稣 之前我与你同在 可是现在我觉得你不在了 我之前 我与你同在 可是现在你 我觉得你不在我的生命了 还是我们会像以利亚一样的说 哎呀 神 你还是 尽早把我给杀了吧 至少我现在还有信心 你可以把我带去天火 那我们知道说 彼得他也回到他的家乡去 然后他去捕鱼 回去打鱼 而 耶稣向他显现 然后给他新的任务 而我们知道之后呢 彼得当他 悟到的时候 他一次能够 悟到 而三千人五千人幸福神 这是 哇 这么 那这个工作呢 是降临在谁的身上呢 是降临在那些 与神会面 与神 与神 同行 的人 那 这与我们 默示 为神工作的人 一样 那天父 给了我们 他的工作 天父给了我们 他的话语 以及这变身的道 所以我们 必须带着这个道 直到我们 进入他的天国 拜基西德 赐福亚伯拉罕之后 拜基西德 没有留下来 对吗 拜基西德 赐福了他之后 他就消失了 可是 亚伯拉罕 并没有 失望 亚伯拉罕 并没有 沮丧 亚伯拉罕 继续 然后他去 做 神给他的 任务和功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从 拜基西德 那里 领受了 神的道 拜基西德 赐福亚伯拉罕 神的道 所以 亚伯拉罕 可以继续 这个任务 使徒 约翰在经历 很多苦难的时候 他也遇到了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 使者 而这个使者 对他说话之后 就消失了 约翰就 从那里 得了新的任务 如果 这个时候 约翰 回到 以马务师 还是回到 他自己的家乡 那 神的工作 就不能继续 可是 约翰 使徒 约翰 没有这么做 遇到了 大力使者之后 他把小书菌 给吃了 然后他继续 他的任务 神给他的新任务 去传道 而今天 你和我一样 神给了我们 工作任务 天父说 我给了你 这个道 你必须要 向前行 我们不能够哭 我们不能够哭 不能够闹 我们会说 天父你没有 我同在 我不要去 我不要做 因为现在 天父是说 这是你的工作了 你必须到 你必须到 这个 你必须到 这个变身的 那一句 都为我 你必须到 变身的 那一句 都为我工作 你要领受这个 领受这个话语 你要有信心 这样一来神 才能够运用你来做 他的锅 所以让我们不要再沮丧 让我们可以起立 你要看 就如这个门徒一样 在那一刻 他们马上 回转 我们马上 回到耶路撒冷去 去为神工作 所以让我们可以这么做 让我们去祷告 天父感谢你 给 鼓励我们 给我们 希望 我们相信 你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在 请你帮助我们 开启 属灵的眼睛 可以看得到你 让我们可以 认得你 给你帮助我们 可以做这个 到 最后的赛跑 请你通过圣灵 帮助我们 完成这赛车 让我们可以 跑完它 跑到终点 来到天父 你的拥抱 天父 我们相信 你在等我们 天父 请你鼓励我们 给予我们力量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 正要返回到 自己旧的家乡 旧的行为 旧的罪 旧的生命 我们相信 你仍然 与我们同行 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回转 回到你身边 我们感谢 你的恩惠 以耶稣基督 圣明祷告 阿们 阿们鼓掌 来荣耀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